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年推廣台灣也有第九年了耶 然後我們一路介紹了好幾百個台灣的景點 今天這個地方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裡曾經全台灣最長最高的吊橋 是東埔吊橋 那這裡也是台灣十大絕美吊橋之一 你看這個望過去超遠對不對 你知道這有多長嗎 有200公尺長喔 而且我覺得超級高 不敢走怎麼辦 然後那個入口處 有兩隻可愛的小山豬迎接來壓壓機 這邊真的是很深山 但是你知道嗎 除了自行開車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方到達 這邊它是弧形設計上下坡度高達8公尺喔 這個橋面很獨特的鏤空架構設計 然後我...我...我...我不要了 你不要講了 趕快過來啊 日文教學一下巨高鎮的日文叫做 高射恐怖症 很難念 高射恐怖症 我...不...我不妨 w...我哪有...我哪有...我哪有... 我哪有...有哪有... 這...我覺得都不是走不完耶 這太長了 來... 啊可不可以啦 我 可不可以 啊 要躲了要躲了要躲了 耶 太開心了 終於走完了 哪有這麼可怕啊 啊 很可怕 沒這怪 很漂亮啊 在這裡 很漂亮啊 在這裡 欸 你看有溫泉的標誌 這個啊 台灣人跟日本人都看得懂 歐美人完全看不懂 這個歐美人會以為是 你在熱烤盤上面烤東西喔 他不會覺得是溫泉 欸 這邊過來還有路耶 我們走進去看看 看可以通到哪邊 探險 探險 我已經累了 攝影師 加油 加油 欸 你看 肩膜 在日本的時候沒有看過這麼大的蝸牛 所以我來台灣看到這麼大的 我一開始真的嚇到耶 我只看過這麼小的蝸牛 你看看你 這傢伙在幹嘛 你不要一定Cue我 全副無裝 然後跟我說你不行的 下大了 你知道嗎 欸 你看 他行什麼進入部落勤簡速慢行 我們現在是要走到聖域了嗎 那邊有雞耶 超大 我沒有看過這麼安靜的雞耶 放出來就不一樣了 他很溫柔耶 欸 其實下雨還是很漂亮 你看這個雲 你看這個雲 我們好像真的走進來原住民的部落耶 就是很幽靜的感覺 很有生活感耶 你看他種了很多東西 欸 我是植物達人喔 我種超過350種植物 但是他這邊種的東西我實在看不懂 不知道他種什麼 蔬果 你看這個 它叫金蓮花 你知道嗎 這個葉子這麼大這麼圓 然後這個可愛的橘色花 它是在台北一個人要3600塊一克 日本料理會有的高級食材 然後有時候法式料理也會出來 它這個金蓮花的葉子通常都小小 你看這個巨無霸耶 我第一次看長這麼大 它養分超好的 葉子跟花 它都可以整個吃 然後吃起來會有那種自然芥末的味道 很好吃 下 もう一回渡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忘れてた 欸 但是我覺得 我好像比較可以欣賞風景了 我感覺可以抓得到雲了 啊 等一下 我不要看腳下 哇 到了 欸 你知道嗎 我們來的這個東浦溫泉區喔 這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溫泉區 海拔有1200公尺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四周都是被雲霧籠罩著 超級先進的感覺 這是我們今天要入住的打古蘭溫泉度假村 欸 很棒耶 有沒有覺得很像日本那種清景澤一個別墅 別墅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這邊離吊橋超近的走路不到10分鐘 你要隨時走去吊橋隨時都可以去 哇 欸 我們進來了 欸 好棒喔 這個房間很大 而且床也好大喔 你看這個它結果很特別 這邊折面都是一大片的玻璃很大 所以整個這個視野啊 這個開闊感很讚耶 欸 哇 這邊超讚的是 你看有個人齒無鋪及帶要去泡它了 而且這個景啊 欸 我很驚訝欸 這樣 你看 探出去 欸 這個景超棒的 這也是我們今天吃晚餐的地方 欸 你看這個開放感十足 我們可以邊看戶外 看這個山景 然後可以吃晚餐 而且住外面就很涼了 我們根本不用吹冷氣 意外的沒有什麼蟲欸 很高海拔的關係嘛 都沒有蟲 欸 沒想到啊 在這邊也可以吃到這裡的特產 艾玉梅子 艾玉跟梅子都是這邊的名產喔 這個東浦溫泉它是信義鄉嗎 然後信義鄉是台灣盛產梅子量最大的地方喔 而且你看平常啊 我們吃艾玉的時候 好像也不會看到跟梅子的搭配對不對 那這邊除了這些之外 剛剛沿路也有看到很多那個葡萄 苦茶 香菇啊 什麼的 好 先來吃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我在台灣這麼久了 我很愛吃艾玉 我也吃過很多種 可是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味道欸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美酒 但它沒有酒精 有點像美酒的香氣 加上艾玉 剛剛啊 跟這個服務員小姐聊天 我就說 欸 請問現在葡萄還買得到嗎 他說有 而且那位小姐剛好就是布農族的小姐 道地的人 然後他就說 欸 他有買葡萄 他自己的葡萄 私下分給我吃 很大顆欸 他說這邊的葡萄非常的甜 剛剛他還說 在他面前吃 然後他想要看我們的反應 非常可愛 いただきます 喔 好甜 很好吃欸 這個明天沿路買回家了 因為我們有個人吃 所以買了飲料跟泡麵 我們回家繼續 happy time 奇怪 我不是還剛吃飽嗎 整個滿載的鵝龜 而且還買了阿嬤菸的梅子 哇 真的好舒服喔 QG 昨天睡得很好 睡的這個地方啊 就是一千一百二十公尺海拔的 達古蘭溫泉度假槌 南投縣內有三個天然溫泉區 分別是浦里溫泉區 北崗溪溫泉區 跟我們這次來的東浦溫泉區 那東浦溫泉呢 自古以來被稱之為 沙里仙溫泉 這裡位於阿里山根 日月潭的中間 那也是玉山國家公園的三角下喔 這邊會有很多登山客過來 因為從這邊然後通往這個巴通關古道 然後登去玉山這樣子 這邊飯店超讚的是 每一間窗景望過去就是玉山群峰 你可以在這邊看日出啊 看夕陽啊 看星星 真的很棒 然後這邊的泉子啊 是俗稱美人湯的碳酸氫納泉 哇 都很剛好 哇 哇 哇 這杯泉風潔泡湯多棒啊 而且它的溫度是有13個 還是很剛好的 所以不用透山泉水來洗一次 是百分之百的泉源喔 東浦溫泉區真的是度假深地 因為四季如春 東暖夏涼 那這邊從日治時期開始 就有很多的溫泉浴場 所以才會這邊聚集這麼多 溫泉度假村啊 會館啊 民宿 這個度假村名字 源自於 因為在日治時期啊 就是在這邊開發 在山谷壁發現很多野生的蘭花 所以因此而命名這樣子 那在11月23號在南投啊 有玉山戀東浦型的東浦溫泉祭喔 喜歡泡湯 深度旅行的你絕對不能出過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訂閱 我們推廣台灣第九年嘛 有很多的台灣景點介紹 日本景點 然後台日文化啊 日文教學 耶 一定要幫我們支持頻道喔 掰掰